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大自然是个神奇的场所 虽然所有的生物和动物都可以在自然界中生活得自由自在 但是因为自然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竞争 所以物尽天择,适者生存早已成为大自然的王道 而一直以来,人和自然都是和谐相处 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人类对周围环境的破坏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所以受到人类行动的影响,很多动物为了活命都会进行大规模迁徙 选择更安全的地带 再加上某些自然灾害天气导致这些动物根本无法正常生活 它们肯定会想方设法寻求活命的机会 对于动物而言,它们的死亡方式除了非自然死亡之外 最常见的就是被捕猎者或者天敌杀害 这是自然界中再常见不过的现象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种生物 虽然在自然界中没有天敌 却被大家称为世界上最憋屈的动物 因为这种动物大都是丧命于自己之手 它就是盘羊 从外观来看,盘羊最大的特点就是脚非常粗大 这也算是它的一大特色 不管面对怎样的捕猎者 只要有脚的存在,盘羊就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 因为这种脚最长的能长到一米左右 捕猎者根本无法抵挡如此锋利的脚 但这恰恰也是盘羊的致命弱点 因为这种脚是向内生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 等到盘羊老的时候 这些羊脚就有可能会戳到它的眼睛或者头骨 所以大部分盘羊都是被自己的脚打败 怪不得被大家称为最憋屈的物种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